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一篇文章 世界上除了生死 其余都是小事 生活其实就是生下来去活的历练过程 也是生与死博弈的一盘棋 每一步都必须慎重 错一步便满盘结束 生活从来都不会万事如意 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痛苦 但在生与死的战场上 除了生是伟大的 其余都是渺小的 微不足道的 年轻时我们看不懂生活 把生活当成一种荣耀 一种价值 总想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 大家都认可的人 大家都捧在头顶的人 于是费尽心思学着讨好这个世界 讨好所有的人 无限制地挥霍年轻 挥霍青春 只为活成大家喜欢的模样 人到中年应该是上有老 下有小的一种幸福 我们却把幸福看成了压力 把责任当作了透支生命的理由 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 像个秒针似的贪恋着功名利路 该享受上有老 下有小的温馨 没去享受 该呵护的身体 没去呵护 有人劝说 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 总觉得幸福在明天 等你闲了 等你老了 可真正到闲了 老了 许多人已成了别人的风景 许多人已没了自己的世界 人生其实用不了规划 人生就是一次边走边欣赏的旅行 人生的舞台上 功名利路 不是生活的主角 真正的主角是自己 一个健康的自己 一个得知我性 失知我命 选择顺其自然快乐方式 活着的自己 人生的路上 没必要讨好生活 生活有今天 也会有明天 正如功名利路 今天没有 明天还有 许多人有 你也会有一样 但人生就一次 落幕了 也就散场了 你在 我有风景 你去 我的世界还在 开心地活着吧 精无足斥 人无完人 没有谁的人生是完满的 也没有谁能让每个人都喜欢 更没有谁的人生 一辈子风轻雨柔 春暖花开 别去讨好生活 生活给你快乐的同时 也会给你痛苦 别去讨好身边的每个人 只顾忌别人的感受 最后让自己活得很累 我们学着面对生活 面对人生 面对我们身边的每个人吧 生活没信从我们 我们选择看淡 选择简单 选择甜淡的生活方式 我们更没理由 和自己的命运较劲 是我们的 我们坦然接受 给自己八颗牙的微笑 不属于我们的 我们不攀比 不强求 不挖空心思去幻想 让自己心累 深累 毁了自己 在人与人间 我们必须自信 阳光 大气 纵然一事无成 我们也要做大写的人 站直的人 一个普通一生的人 开心地活着吧 你在我有风景 你去 我的世界还在 生活面前 我们没必要 找各种借口和理由 摧残自己 委屈自己 我们学会 真爱自己家人的同时 先珍惜好自己 让更多人 喜欢自己的同时 先呵护好自己 自己健康地活着 是别人的风景 也是自己的风景 自己阳光地活着 开心地活着 也是父母的开心 爱人的开心 孩子的开心 身边人的开心 别去纠结 一生碌碌无为 别去纠缠爱过的 不曾爱过的情感未了 别去惦念 明天的明天 是否辉煌耀眼 更别去贪恋 是否为家人 正下天下 正下世界 我们只管 开心地活好今天 健康快乐地 活好 属于自己的 三万六千多天 我在 我的世界 依旧灿烂 我在 我的家人 就有晴天 我在 我就是一道 最靓丽的风景 我就是王 我就是世界的中央 好 刚才我们分享了 一篇文章 世界上除了生死 其他都是小事 来源网络 感谢收看 这一篇文章 我骗 Alors 那些人